继续带您来关心香港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 上周六午夜后结束了占领政府总部和绝食行动 星期天公布新一轮行动 决定要把反洗脑运动扩展到学校和社区 誓言抗争到底 坚决要求港府撤回国民教育科指引 民间大联盟总结 在政府总部门外举行的一年十天反洗脑行动 有超过28万6千多人次参与 取得阶段性成果 但相信行政长官梁振英 就国民教育科只是假撤回 透过改变推行方式混淆焦点 大联盟形容魔鬼绝对藏在细节中 发言人沈伟兰表示 接下来是长期抗争 清剿红色洗脑国民教育 家长关注组发言人 家长关注组发言人陈希兹表示 大联盟把战线转至学校社区达至遍地开花 我们建议群众在社区和学校建立更多的公民广场 我们所讲广场就在你身边 继续抗争到底 关注组片呼吁家长 不要让子女参与洗脑游学团 希望家长加入家教会 监察学校有否染红的情况 对行政长官梁振英扬言不要干预开科学校 陈希兹批评这个要求绝不合理 更不尊重关注者 大联盟并表示 星期二会支持学联罢课行动 新唐人记者谭健衡在香港报道 新唐人记者谭健康